一直在談到蕭的多蟲生坡 然後利用多蟲生坡的共鳴來操作它的濃淡陰色層次 那我今天就是利用這個生浦儀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具體的 它的生坡是怎樣的出現 那它跟一般蕭是怎樣的差別 那我現在這邊生浦儀呢 我準備在旁邊 那我先示範一下那個用這個基調蕭 就是齒巴的蕭 然後這個生浦儀 這個是現在就用簡單的APP就可以了 以前的頻補分析非常貴 那當然我也有那個專業的 那現在專業的因為那個門檻很高 大家就不用買那個專業 現在用這個也可以看得到一些眉目 那看到的現在生浦在跑走動 是我一直的聲音 然後低的部分是低頻 高的部分是高頻 那這個頻寬我們聽得到的範圍就在這個範圍裡面 然後累積紀錄下來 那比如說我講的話在低音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比較中低音 然後高音 這個在高音的地方 你會看到這個線條有高到低 那我們消的多重聲波呢 就是從範音列 G波是最低的那個 這一次這樣上來 這是它的範音列 那我們一起吹出來 它可以重疊 很多的範音列 一起出聲 一樣的亮度 那我們可以吹鬆的 G波不變 然後上面的共鳴波出來又回去 這個就是說我在講的濃淡 那如果說一般消沒有調好的話 它的音色會是這個樣子 他沒有中間的那個共鳴曲 他直接跳到第二個八度 而且這上面的復波也重疊不出來 我們真正的復波就是你可以沖 很簡單的 就是這個G波呢 最底的就是G波 就是主波道 那其他的都是共鳴波 也就是和聲波 所以說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就操作這個和聲波 可以看到它的濃淡層次的轉換 越上面呢代表復波越多 越下面呢就是基礎波 所以說我們需要把這個聲波 調完整的時候 你的聲波 如果沒調 你就沒有辦法去操作這個濃淡 所以說我們在製作消的時候 必須要有一個聲譜儀 或是頻譜分析 來把這個聲波哪裡重疊 重疊到哪一根 這每一根的重疊度調到均衡 調到每一根都均衡 可以完整的出現出來 然後而且呢 它也受我們利器的操作 變化 利器在變化的時候 它很流暢的 可以轉換這個層次感 這是一個聲譜的輔助 或是頻譜分析 頻譜分析這裡也有 這是比較簡單的頻譜分析 這是即時的 這個左邊是G波 然後 第二個是兩倍波 第三個是第三倍波 一直排列上去的幻音 你要調到完整都出來 每一個音孔都有 當然這個是一個簡單的 我真正在用的是專業的 64位元的這個取樣 然後呢 它可以展現那個 整個頻寬是很平衡的 這樣的話 我們在採樣的時候 就是做檢驗的時候 就會很客觀的了解 那個消的這個音色性能 到底是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這是一個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催消者你要把消找到好消 你要做消者 你要把消的評價 評鑒 檢驗能力 還有你的催咒能力 也要很客觀的去評價它 那這是可以我們 讓整個品質來提高起來 讓我們消的藝術 消的文化 可以 以任何一個國家的這個樂器 並駕齊去 我們不屬於他人 我們的音域範圍 我們音量 飽滿度 我們的寬廣度的 全頻寬的 這個 音廣 廣域的這個音頻 這個都會 都會達到那個世界水平 就是甚至 不是不亞於別人 而是更超前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理想 那事實上 我們現在已經實踐了 實踐了這個理想 那我也分享大家 那用心的 把每一組波 調出來 調到它 應該要出現的 就讓它出來 出來了以後 這一把消 就非常的豐富 對用消的人來講 它就有一把力氣 那這把力氣 它就舒暢自如 那個容許的範圍大 可以舒展的空間大 而且那個音準 準確度高 那不用那邊嘴唇 那邊調整說 我音準到底有沒有飄高了 怎樣 平衡這樣吹 它的音準 就是在那個範圍裡面 所以說不會 不會很難操控 就樂器做到更精準 更精良 其實就是說 讓演奏者呢 更容易來操控 更容易來發揮取情 讓消的藝術呢 就又從古老的這個基礎美學中 在進展更完整的 更無限無遠佛距的這個發展空間 那這是我畢生一直在做的 那也分享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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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